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2022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高雄陽信跟桃園戰神 今天要在青埔足球場來正面對決 畫面上看到左邊的就是地主隊 桃園戰神MARS 穿的是黃色的球衣 另外呢 在陽信的部分呢 則是穿上了紅藍條紋的球衣 這是兩隊呢 在本季的第三輪的一個對決 這還蠻符合現代球球的 中後會有更多的差上輕鬆 畫畫像印鈔裡面 錄一個不實在的路 哇 這邊回過來一個空門的情形 哇 吳少華還有補救結果 沒辦法 GO 開在第十分鐘 結果在今天呢 在聯賽呢 首次先發的吳少華呢 在自己的家裡面呢 帶球的情況之下 貝若琳美里 把球從他腳下斷走喔 你看到 包括左邊的一個 周星球看來是挺高 這邊換成是歐國的單刀 看一下 單刀球歐國怎麼處理 歐國 破門將 再來 沒角度前 還是這 啊 GO 的時候 2比0在開賽的第十七分鐘 啊 同樣是兩隊都有單刀球的機會 喔 這邊給過來 結果一個破門的情形 結果打柱子 哇 再補一驕傲 超肥了 這隊都特別的好 但是就是認中結束 如果你已經快被過了 的話 那門將可能要出來 這時候我剛好就抓你的一個心態 所以剛剛 喔唷 哇 結果這球竟然是讓歐國 並不邪熱的把球碰進了門裡啊 GO 哇今天以戰神來說 丟的三球裡面 第二次是因為自家後場的傳導喔 幫萱瑩清出來 傳信 凱琴 再給萱瑩傳中 再回到凱琴的腳下 給萱瑩 好球 若琳到了進區內要是還是要傳 若琳坐橫傳 球進了 GO 最後是第五十二分鐘 若琳沒禮了 接引到隊友非常漂亮的一個穿越傳球 若琳的幾個進球是進得很漂亮 但是呢 戰神呢 在防守這邊 絕對都還有一些 哇 結果這邊 開神球進了 GO 這是三十五號的李柔瑄 哇 忍不防的來了 已經一腳隕射掉射 哇 打穿了無方魚的一個大門 還有另外一位是救助於 這高院工商啊 這邊歐垢 又來了 這邊將位置尷尬 結果就 進了 GO 帽子氣法 恭喜李秀琴 今天這場比賽公路個人第三球 在比賽的第五十七分鐘 剛剛的一個前叉可以看得出來 很有那個氣勢 喔這邊 結果給了他用的請求 進了 GO GO 我這場比賽 類似這樣的情形 好像 一直在重播一樣喔 裁判吹響了 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最後 高雄 陽性呢 就是以 六比一 在這場比賽擊敗了 桃園戰神MARS 拿下他們呢 本季的 聯賽第一勝 同時也讓 桃園戰神MARS 來到了木蘭聯賽之後呢 崑下了三連敗 OK assigned 我了解 就回來了